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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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陳泰山陳講師演講 請掌聲歡迎,謝謝 各位初級班的同學 大家午安 看到大家精神抖手 打課稅的那種想法都不見了 今天第二天 我過去都是在禮拜天才有課 今天我們特別安排到今天 我來自台東 台東有去過的,記者 台東 台東,後山 三仙台 來去台東 三仙台 有去過了齁 現在的三仙台 風和日曆 日震當中的時候 他們非常熱情 我們怎麼 那個,你躲在屋子裡面 也會曬黑 太熱情 所以我都曬得很黑 我們三仙台 沒有火車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要上這個課 買不到火車票的話 我三點半我就要起床 凌晨四點 從三仙台 趕到花蓮市 然後到了花蓮火車站 才可以搭到六點的火車 然後到這個地方 九點幾個小時 半山夜齡 六七個小時 那 希望以後 那個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我們期待 那個秘書長的承諾 在那個東部 也做那個高鐵 也是做高鐵 這個可能是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 第一個最大的這個 工程 好 看過了 熱氣球 很漂亮對不對 對,烈野高台 如果我們在不執政 我們台灣 台東也會被糟蹋 因為 那邊入資草地的情形 也很嚴重 也很嚴重 我們光是農地 我們現在農地是 平 用平在賣的 平壽啦 以前是 一分地 三十萬 六十萬 現在是一平地 一萬 農地喔 不是建地喔 對,那邊 柏朗大道 池上米的故鄉 其實池上米 沒有那麼多啦 就這麼大而已 結果全台灣都吃得到 池上米就是掛馬殼而已啦 我們海岸線的米都拿去這邊 賣 也叫池上米 好,這是 台灣的歷史階段 這個 這種歷史 不是這個 旅王政府 他們所推的那種 歷史的違條 課綱違條 我想這個鬧得很大 那我們就 在這個地方 可以找到 正確的歷史 正確的歷史 好 那個 美日戰爭 美國人稱它為 太平洋戰爭 那事實上 對日本 大日本帝國而言 它叫做 要趕出這個 殖民政權 因為當時的歐美國家 它是先進的國家 列強 就會來到亞洲 來到亞洲 然後進行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 那種 殖民地的那種 開始 所以整個亞洲 幾乎都被 歐洲的國家 所殖民 因為在那個年代 就是那個時候 都是興起的那種 帝國主義的一個 國家型態 所以台灣人 台灣人是 被大日本帝國 因為我們本身是 後來被 割讓出去的 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對 皇帝的概念 比較沒有 可是在世界各國 中國 對皇帝的概念 就會 就會存在 那在過去 就好像中國一樣 天下之大 莫非黃土 也就是土地 都是皇帝的 不是這個 不是政府的 也不是國家的 是皇帝 他個人 我想秘書長上課 我們應該也有 這個概念 就昨天開始 再次講這個東西 好 那個時候有很多國家 其實他們 來到亞洲 尤其是東南亞 東北亞 被殖民的地方 幾乎 中國最嚴重 世界各國都 就是所謂的那種 八國 這個 列強去 去分割殖民 那這個白人的那種 態度很高傲 他說 當時的白人 有極高的文化優越感 認為 將這些文化 介紹給 落後地區的人民 我們這個地方叫 落後的地區 是崇高的使命 己責任 而白人所負的責任 不是佔領 而是托管 托管的意思就是 白人的負擔 白人的負擔 事實上我們 被殖民的意思就是奴化 奴役這個 當地人 奴役當地人 然後大英國寫 就所謂的英國 大英帝國 大英帝國 在那個時候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 如果說這樣的 帝國那種制度 還存在的話 我看全世界 如果以現在來說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 可能都是美國的土地 因為它最強大 過去是武力強大 我到誰的土地 你打輸我 這個土地 就是歸我管 那在那個時候 大英帝國 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 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土地 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 來 我們來看接下來 這個 你看 歐洲 歐洲國家殖民的列表 馬六甲 像這個是屬於馬來西亞 印尼 有沒有 荷蘭 台灣也有被它殖民過 菲律賓 台灣 西班牙也有 法國 法國也不少 法國也不少 德國 英國最多 這麼多 英國連什麼 香港 新界 海衛 天軍 漢口 這個我們都知道 義大利 所以讓你們知道 這個戰爭 本來戰爭就是這樣 誰打贏了 誰去定義這個歷史 誰去定義歷史 過去 這個月還是上個月 這個月 中華民國不是在慶祝什麼 抗戰勝利70周年有沒有 日本人 日本人聽了就很不舒服 他說 日本人還要慶祝這個抗戰勝利嗎 不可能對不對 那台灣人要慶祝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自由時報 他一個很 他的社論 就寫得很清楚 台灣人 我們不是戰敗國嗎 為什麼還要慶祝這個 抗戰勝利 很奇怪 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狀況 好 然後 因為 要反這個殖民政權 日本就想出了一套 就找了亞洲的幾個 那個 那時候還不是國家 一些 一些王朝 一些皇帝 跟他們合作 所以因此在 1938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的總理大臣 今為我們 第二次聲明 號召建立 大東亞新秩序 藝術力日滿中商國相互體系政治 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連環的關係 所以 以大日本帝國東亞東南亞 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為目標 好 那個時候呢 在1940年 他們就開一次會 然後呢 各地區的代表就來開會 各地區就來 代表 好 好 那大東亞共榮圈中 日本本國以滿洲國 中國的代表是汪精衛政權 也就是那個時候的中華民國 是汪精衛在 在拿的 不是蔣介石 不是蔣介石 好 為經濟共同體 東南亞太平洋 國防圈 就是他就把它畫得很大 待會有地圖給你們看 好 他們要實現大東亞共榮圈 在1942年的時候他們就開會 1943年 東條英記就開始 邀請了 滿洲國的張錦慧 中國的汪精衛政權 泰國也有參加菲律賓 資資邦 印度 緬甸 在這個地方開了一個 所謂的大東亞共同宣言 沒有想到這個宣言沒有多久 就美國人就 摻一腳 為什麼 因為 日本打敗仗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能源 他們輸在石油 因為他的油 油輪 在南海的時候就被美國炸成了 所以人家很多人就 有人就 有些專家就認為說 日本的那種所謂的神風特攻隊有沒有 人家說這個日本人怎麼那麼 那麼狠 那麼 對自己的飛行員這麼不好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是因為 沒有油了 像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 出雲號 跟什麼 出雲號 不是 他們造了全世界最大的那個航空母艦 結果船都沒有出去 就在他的港口邊那邊被炸成 是因為 沒有油了 油都被管制在 那個 那個什麼 歐 歐美的控制手上 所以神風特攻隊在加油的時候只能加一半 你只有去塵沒有回塵 那你只有去塵也是死嘛對不對 看錯我就直接去撞 撞船 有個貢獻也好對不對 是這樣來的 所以 這個就是戰爭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戰勝者可以定義歷史 可以定義歷史 可以定義名稱 可以定義一切的意義 好 這就是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 1942年 最大的範圍 這個紅色的部分 就全部 有沒有 整個 馬來西亞印尼 一直到了辛吉內亞 澳洲的上面 整個 這就是大日本帝國的 那個 大東亞共榮圈的要圖 就這些 這邊那個時候 共產黨已經 已經 那個了 已經起來了 好 中戰條約 這個應該 這之前 就是這幾天 這兩天都有上 都知道了 台灣的 那個台灣 馬關條約 台灣的地位的處置 時間 讓大家知道 一個是簽訂 一個是生肖 簽訂生肖 那台灣 可以獨立嗎 不可以 為什麼 這兩個條約 是關鍵 如果 中華民國 可以在台灣獨立的話 早在蔣介石的年代 就可以獨立了 不用等到這個時候 不用等到這個時候 還在鬧什麼 統一 那個獨立的問題 事實上台灣有沒有統獨問題 沒有 完全沒有 對不對 好 好 這個 這個民事長已經講過 我們就帶過就好 好 這邊有提到了 我 讀書的時候 甚至我的一個 儀仗 告訴我說 歷史很熟啦 那時候 那個 日本 竊距台灣 五十年 你有看到五十年嗎 原文裡面有五十年嗎 沒有 明明就是永遠各讓 永遠各讓 好 這邊有提到 台灣全島 跟所有附屬各島嶼 請問你一下什麼叫 所有附屬各島嶼 三仙台算不算 蘭嶼綠島 好 釣魚台 好 那個 南沙 西沙 算了 那澎湖列島這個是包含了 東沙 蔣介石的年代 南海是蔣介石在管的 所以蔣介石那個年代 有一條線叫做十二段線 到了 一直中國被 對岸取代之後 他們都把它改成九段線 九段線 好 就這些 那很多人 這個我 跟大家提一下 馬英九在哈佛大學的論文 他就是寫釣魚台 他的論文的那種內容是這樣說 他認為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原因 是因為 釣魚台的 地理 地理上 是屬於台灣的 這個板塊上面 那 以那國島 事實上比 釣魚台 比台灣更近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主張說 以那在這邊那個 在這個地方很近嘛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主張 反而是 變成這個 琉球群島的原因 是因為 在地理上 台灣 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 附屬群島的範圍內 附屬群島的範圍內 那至於南海這個部分的南沙西沙 是後來1937年 日本天皇 大日本帝國有跟全世界宣布說 那個部分是屬於我們大日本帝國的 那時候的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 被統稱為新南群島 新南群島 新南群島 在1937年 交給高雄州 高雄州來管轄 那麼釣魚台是交由宜蘭州來管轄 應該知道這件事情 OK 好 馬關條約之後 馬關條約之後的台灣地圖 你們應該有看過了 就這一塊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是誰 不是後來浮上來的 是本來就有了 只是 那個在大清帝國的時期 這個叫做什麼 化外之地 因為他們管不到這邊的人 事實上我們是當地人 我們很清楚 只有 日本人 我們跟他們打過仗 荷蘭人曾經有進入到這裡 但是 也被我們趕走了 最後還是回到我們的部落的型態 來過生活 一直到了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來了之後 然後 日本 日本 完成了台灣整體的治理主權 也就是說 他統一了整個台灣的土地 要不然這個台灣的土地是分裂的 這邊 這一條線是分裂的 那我們那個時候 光是在我們 台東 就有兩 阿美族的社會 就有兩場 抗日的事件 抗日的事件 我們來看 有沒有 這個我們先了解這個 日本 當日本帝國在台灣 要開始 做那個的時候 做 運作 開墾的時候 他們發現 台灣不是只有西半部 還有東半部 而且這些東半部的人 講話語言不同 看你不爽就把你殺頭 所以那個時候 如果你們有看那個 畫面 你們就知道那個 日本人的那些人 會允許那些頭目拿著 拎著頭 人頭 去 去參加很重要的 照相 那個就是照片 應該有這個 你們應該可以有機會 看得到那個照片 那個時候 的高砂族 就是野蠻民族 看到人 就把你殺頭 出醜 出醜 那因為這個樣子 日本人來 哇 這樣不行 死傷慘重 所以就問了 那個美國人 當時美國駐台人 領事 你們怎麼樣 美國政府 與印第安 鬥爭的經驗 那我想 我們這邊 這個高砂族 這些所謂的 翻地 這個要怎麼處理 後來就 那個日本人 就請教了美國人的經驗 所以 因為 那時候的高砂族 對帝國 主權 有叛逆的一個 狀態 所以 國家 對此叛逆的狀態 之深藩擁有 討伐權 其身殺與躲 因此在我國家 處分權的範圍內 這邊有提到處分權 因為這土地已經 確實用條約 過繼給大日本帝國 就這個 大清國的皇帝 過給大日本的皇帝喔 這個很 馬關條約 跟舊金山條約 對台灣的 處置是完全不一樣的 人家說 請問一下 這個台灣的最終地位 已經 已經 解決了嗎 事實上 到現在都沒有 解決 因為 目前來講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並 不是 台灣地位的 最終條約 不是 所以你們看到 那個條約的內容 你們會清楚說 我講這句話的含義是什麼 然後 當時呢 因為這個 在舊金山條約裡面 就有提到 這個處分權 處分權 也就是說 這邊土地的一切 譬如說 裡面有 有 有礦 我就有權力去開挖它 不像中華民國 這個 這個 漏王政府 就算 看到我們 高雄 一帶有可燃兵 他們可以開採嗎 不行的 他們沒有處分權 他們只有管轄權 曾經有一個 同學問我說 請問一下 這個管轄權 到底 因為在舊金山合約的 第二條 日本放棄台灣的 一切權利 主張權 跟一些 一些所有權利 那 在中國的解釋來講 他們把 一切權利 把它當做什麼 把它視同領土主權 這是完全錯誤 這個翻譯上的一種錯誤 所以美國人也很聰明 跟世界各國 那個 簽約的時候 他們就說 他們一定 最後一定會跟你講說 最後 碰到解釋上的 翻譯上的 差異的時候 爭議的時候 最後要以 英文為主 這個厲害 對不對 人家還是老教 美國的土地 哪個 哪個 不就是一個 一塊一塊把它割下來的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全世界最有 對領土割讓 最有經驗的是什麼 肯定就是美國 肯定就是美國 好 在那個時候 那個 辭第六三郎 就參與了這個 三番法律地位的研討 結論 結論 翻譯五主論 這邊 這個結論 翻譯五主論 也就是說 既然如果他 因為當初 當時我們的 我們的生活模式就是 聚落型的 一個部落 一個部落 這個部落 就會訓練自己的 因為怕說別人 別的族 會去侵犯到你的傳統領域 就會去訓練 我們的這些 青年人 去抵抗 就是教他們 去什麼樣去殺人 所以當初高砂英雄隊 這麼厲害的原因 是因為當過去 有受過那種 殺人的訓練 現在有豐年紀 再有阿美祖 現在海岸線 七十幾個部落裡面 現在每一個部落 每一個部落 在執行 進行 傳統的那個 豐年紀 但是現在的豐年紀 有一點變質了 但是有些部落 還是很傳統 它不讓政治 立介入 他們自己出錢 自己辦 那 現在的有些的那種 豐年紀辦的 有點像是那種 加年華 加年華還好 應該講 歌舞會 唱歌跳舞 唱一唱 喝喝酒 結束了 這個 脫離了過去 祖先 告訴我們說 這個豐年紀是有它很重大的意義 其實它裡面包含了教育 訓練 十二歲以上的人 就要被送過去 集會所那邊接受 從蓋房子野外求生 怎麼樣到海邊去捕撈 怎麼去山上打獵 全部都要學 甚至於做那種 那種軍事式的訓練 其實那個地方 甚至於 來電舞時 就是我是年輕了 我十六歲 我有 我四四婚年齡了 那有一群的 你女性跟你同年紀的人 就會開始欣賞 這個男生 一定很會打獵 這個男生 一定很會潛水 就在那個時候 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他們的那種 他們的 他們的夫妻 他們的那個 那個 緣分 所以 番地無主任就是 部落不是政府 也不是國家 所以呢 他們就要透過征服的方式 開始討那個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所以他們就從南 從北到南 一直征服征服征服 我舉兩個例子 武力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這個是我比較熟悉的 七角川事件 在花蓮市 受風那一帶 因為 一個年齡層 五到六百個人 可想而知 他這個聚落 非常的大 一個年齡階層是五歲 五 怎麼不見了 停電了 怎麼關機了 嗯 蹲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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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攻擊一下 請進 按到哪裡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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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五六百個人� 五歲 五年一個年齡階層 你從十二歲到五十 有幾個年齡階層 至少十個來講的話 就五六千個人了 五六百就五六千個人 一個年齡階層 不算老人不算小孩 那日本人看到這麼龐大的族群 那還得了 這些人都是野蠻人 只要以言上不通 就開始動武了 太危險了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派軍隊 來去跟這些高砂族的人 來 來征服 那如果說像馬蘭地區的 他們這個也是很龐大 他一個聚落就一萬多個人 所以 所以 日本人絕對不會是要跟他們硬碰硬 硬碰硬絕對死傷慘狀 所以要跟他們討論 在那時候這個 在馬蘭部落那邊有一個大頭目叫馬亨亨 如果我們有到台東市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有一條很大條的路 叫做馬亨亨大道 但是要再紀念這個 這個馬亨大頭目 對過去的 對阿美族的一種貢獻 要不然的話 真的這個仗打下來 如果我們還是不願意 順服這個大日本帝國的話 阿美族會被 被滅足 會有滅足的狀況 所以最後 七角磚事件 最後 到了 他們分了三個階段 到了最後 日本說要不然你們就 跟我們投降 那如果你不投降的話 我們就繼續殺 殺到你們片甲不留 然後 你們有滅足的可能性 所以第一次 就看到了 阿美族人比較大的這個聚落 向大日本帝國稱臣 也就是說我們願意成為你的臣民 我們放棄我們的這個 原本我們自己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權力呢 權力交給你 讓你來管 那麼到了第二場 也在 就在我們三仙台那一帶 那裡 這個發生在19 1911年 成功鎮 所謂的成廣澳 成廣澳之廳 發生的這個所謂的抗日事件 這個抗日事件也是一樣 那個 那個 據老人家的 蛤 OK OK 那時候老人 據老人家跟我們講的 那時候的老人家說 我們不要給 外族 統治 我們要自己管自己 老人家跟我們講說 我們要把日本人趕走 所以在第一波的時間內 就已經讓什麼 日本 第一波時間 就把日本人趕出去了 殺不完的就 跑得掉的 跑得掉的就跑掉了 跑不掉的就被殺死了 然後那時候整個海岸線 日本人大概都已經跑光了 那這個情形就驚動到 台北的總督府 台北的總督府說 哇這個情形 一定要處理好 否則的話 這個武力征服高砂族 這個策略就會 這個策略就會 因此就 中斷 所以從 他們就從 台北 新竹州 台中 屏東 就派兵到了海岸線 南北夾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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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那時候的阿美族人 還是頑強的抵抗 抵抗這些 這些日本人的入侵 那後來日本人認為 因為那時候 我們熟悉 那時候的高砂族 阿美族人很熟悉那邊的地獄 所以他們躲起來了 日本人找不到 有點像那個 賽特克巴萊 那個你們應該有沒有看過 躲起來了找不到 那阿美族比較單純 他不像 那個賽特克巴萊 還有太亞族 什麼各族 他們混在一起就很麻煩 又是世仇就很麻煩 所以日本人 因為大家都熟悉這個山林 所以日本人用那種最好的武器 提供給他們 提供給他們 當然 你躲在哪裡我也知道 我就給你追到哪裡 你會怎麼躲 我們也很清楚 你會怎麼埋伏 我們也很清楚 所以 他們拿了那種優勢的這種武力 當然賽特克巴萊 沒有辦法跟他們打 那阿美族不一樣 阿美族是很單純 他是一個民族 他沒有別族跟別族的那種衝突 所以 他要找我們的人 找不到 怎麼辦 後來就請了那個 馬蘭的那個部落的大頭目 叫馬亨亨 馬亨就請馬亨說 你去跟你的族人講 要嘛你就投降 就歸順 大清帝國 要不然的話 我們就要 真的要 大炮就要進來了 一些重裝師就要進來了 到時候被滅主了 我們可 可不知道 那你請你的 跟你的族人講 那這個馬亨說 你們日本人搞出來的名堂 你們自己去解決 他們就 那個馬亨不太願意去幫他們做協調 那是日本人想了想了想了想 各種方式 要不然這樣 他就把馬亨亨 這個大頭目 跟幾個布農族的頭目啊 排班族的頭目啊 幾個頭目 就把他招待到日本的本土去 去怎麼樣 參加他們的閱兵 他就讓他看 你看我們有這麼大艘的船 我們有這麼大 那個戰車 有各式各樣的武器 大砲 你們還要跟我們打嗎 你們只有弓箭 獵槍 沒有了 你們沒有了 你還怎麼跟我們打 那後來馬亨亨頭目看一看 這個情形不對 有滅主的可能性 所以 他就抱病去找那些知識的頭目 說 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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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如果你要繼續往抗下去的話 有你們這個部落的人會被滅主 所以最後 頭目也同意了 接受這個 大日本帝國的那種 那種處罰 告訴他們說 你們 我們願意歸順於大日本帝國 向天皇臣服 最後 有 最後就在那個 現在所謂的 忠孝國小旁邊 有一所派出所叫做 過去叫陳廣奧之廳 就在那個地方舉行儀式 說 願意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是這樣 我們那邊的兩場都是這樣 都是有這種歸順的儀式 這個歸順的儀式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陳廣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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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成為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了 我們不再那個了 那 你們 就可以派你們的 那一些 體制內的那種 那種 行政長官來管理我們這邊的人 那不過 初期還是很多 因為那個語言上啊 一些 思想上的差異 所以 那個時候就開始 我們的這些 那個年代的這些祖先 就開始 接受 語言不同 當然就要講日本話 開始講日本話 完成了 如果 你再不來的話 我可能要先講笑話 我是新的欸 有點幸運喔 欸 還沒有 我先講一個笑話好不好 要不要聽 好 我們台東縣議員 有一個議員 叫做王 王什麼議員 王 姓王的一個議員 他小學 應該也 也算是畢業啦 有一次啊 他就起來質詢 我們台東縣的 教育局長 他就跟教育局長 質詢他 請問教育局長 起來 教育局長就起來 我想問你 為什麼 台東縣的升學率 這麼的低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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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沒有 有 可以了 是我的嗎 是 OK OK 這個就陳廣澳事件 我們講馬曉曉 所以有時候過去我們這邊也是 這個馬曉曉 這是阿美族的話 馬曉曉 結果漢語拼音沒有這種 這個捲舌的音 結果這個馬曉曉 就有一個我們的政公所的主任秘書 他就自以為是 我是學者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他硬要把它寫成漢語 把它寫成馬曉曉 馬曉曉 馬曉曉跟馬曉曉 帶我們阿美族的意思裡面 主義是完全不一樣 馬曉曉是 過去是用火把嘛 火光的意思 馬曉曉是混亂的意思 你怎麼可以把人家的部落 把它說成混亂的部落 所以我下次我想這種族群的尊重 不要說你是管很大 你就要改變我們的 我覺得是不應該 像我們很多地名 像我們馬曉曉部落裡面 竟然有天津街啦 上海街啦 開封街啦 南京路啦 然後最對那個叫做什麼 中華路啦 中正路啦 中山路 好像每一個 最小的鄉鎮都有對不對 這個叫做什麼 你們應該可以直接感受啦 就是一種大中國思維的那種 那種思想侵略 思想侵略 所以這個馬曉曉這個頭目 叫Regal 有五個部落 有五個部落 然後就一起去打日本人 就在這個地方 OK 好 物色事件大家知道了齁 塞德克巴萊這個 來我們來看這個年份齁 1930年 所以 我認為我們 這個原住民齁 算很優秀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們來看這個年代 1930有現在幾年 2015嘛齁 扣下來幾年 85年 從列人頭 手拎著人頭到 現在又變文明人 我發現我們原住民 比中國人還文明耶 對 你不覺得嗎 對勒齁 是嘛對不對 開玩笑齁 OKOK 好 這個木納如道 1300人對 2500人齁 其實他有一個 那個牡丹事件齁 可是這個牡丹事件被 東華民國扭曲了 這個歷史 我想 我們那個童心也是 排班族的 我上 上一次我上課的時候 我就碰到那個 那個 琉球人齁 就是被殺的那個 他的爸爸齁 就是在那個屏東那邊被殺掉的 他就來我們這邊上課 我就 我就在講那一段 我端事件的時候 他就一直點點頭 我說聽得懂嗎 我不是講日文 我不曉得他老婆是台灣人 所以他有翻譯給他聽 非常的巧合 好 日治 日治時期 台日籍兒童初等教育 來我們來看 從1904年到1944年 從3.8% 我們看台灣的就好啦 到71% 我們的就學的普及力 非常的高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 被 我們這個地方叫做 領土被占領的人民 那我們其實初級班的主題就是 秘書長講過嘛 日暑美戰 那個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那 朝鮮半島跟台灣盆湖 在馬關條約的時候 是相同的處理方式 完完全全的全部割給 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可是到了 舊金山合約 我們被處理的方式 跟朝鮮半島完全不一樣 來 我們來看 這個是第二條 我們先看朝鮮 日本承認朝鮮的獨立 他直接寫 直接寫這個 直接寫 所以 如果台灣要獨立 要有這一段 我們沒有這一段 我們沒有辦法隨便搞獨立 不能隨便搞獨立 所以我們那個 獨立分子 千萬不要再忙幹了 因為那個不是路 正確的路在這裡 有沒有 我們如果我們要像 韓國一樣成為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定要日本承認 才算 否則的話 這個領土主權 會 不了了之 會沒完沒了 好 那台灣是怎麼被處理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Claim to Formosa 跟那個 OK 這邊說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制 所有權力 民氣請求權 中國人把這個 中華民國人 中華民國的人 中華民國的人 美國人說 與我們說了算 不要亂解釋 所以 三個公報就是這樣講 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領土 欸 美國說 嗯 嗯 嗯 是這樣子齁 我知道台灣有中國人 欸 美國人 那個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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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最後真的有爭議的時候 要碰到那個領土主權 爭議的時候 美國就會把真相告訴他說 英文解釋才是真的 OK 好 好 這個是 依據國際公約是按照被佔領之名 所以 講到這個我每次都會很生氣 因為 中華民國 中國人對台灣人 真的是 嗯 又吃又拿 又欺負我們 這個我們齁 真的是 被他欺負 被他農毅了 我們最後還是甘心樂意 繳稅給他 甚至於還要幫他建立國家 你看 有沒有 現在 現在替中華民國 想要替中華民國建立國家的是誰 民進黨 有沒有 現在民進黨拿著中華民國的那個 那個 中華民國是台灣 台灣是中華民國 有沒有 現在的名嘴全部都是中華民國派的 所以整個我們的媒體全部被封鎖了 全部都被封鎖了 全部都是中華民國派的 那 像 尤其是 那個如果說是稍微有一點 不是中華民國派的 大概你不用上那個 那個 政論性節目了 全部會被打壓 可是你們感覺不到啊 只有當事人才感覺得到 為什麼 中國人 並沒有善待 我們這個被 被占領的地的人民 如果比照 那個波多利克 我們真的 真的差太多了 我們 我們 被占領地區的人民 應該是被保護的 不用增兵 不用繳稅 什麼 我們也不用買 增兵 我們也不用去買什麼武器 我們要 我們是被 佔領者保護啊 美國人 應該要編 預算 他們要編預算 比如說來到台灣的美軍有沒有 陸戰隊 或者是一些維修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待會兒會講到這一段 現在美國已經 又派了新的 最新型的那種 那個 神盾級的 那個 軍艦 又送到日本去了 那個 南邊 菲律賓也有 也有 派駐了那個 最先進的 這個軍艦飛機 到菲律賓 蘇比克灣那一帶 那 這個兩個地方 跟台灣 的中間嘛 對不對 我們台灣在中間 對不對 會不會再發生一次 F-48 可能還是要看 會不會因為發生一次 F-48的事件 有沒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也就是說 美國 美軍會 派他的維修員在台灣 在我們的左營金港 在哪一個金港 然後把他派駐到那裡 可是 美國的軍人要到台灣 美國 美國的國會 如果沒有通過預算是不能來的 所以 從日本下來的船 經過台灣海峽要回去 是故意在 高雄外海 故障 預防性故障 他是不是可以進入 進入到台灣裡面 對不對 這招厲害 高招 對不對 然後 從 從菲律賓上來的飛機 故障 美國的飛機 F-22 到了三仙台前面 故障 就降落到 加山基地 嘟嘟啊好 會不會造成台灣的動盪 不用 也不用是我們 哇 打喇喇的說 歐美軍要進來了 不用 就慢慢慢慢把重要的那些 像飛彈部隊 一定要美國的指揮官 否則的話危險 因為誰知道那些 中國的那些人心態 國軍共軍中國軍啊 所以 要解決他們的武裝很簡單 在指揮系統 癱瘓掉就解決了 也就是說現在 馬英九已經不是三軍統帥了 因為美國人要求他說 你們這些旅王政府不能有軍隊 不能有軍隊 所以 發生了什麼 今年發生了什麼事 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 李倩榮的事件 李倩榮的事件 事實上是要 讓馬英九找到一個 一個 對 藉口 要裁掉那些將軍 為什麼 我跟你們講這個事情 在 年初的時候 馬英九就跟 就 下令 國防部長 參謀總長 來來你們兩個給我過來 7月1號 你們在給我撤軍 在裁檢 就是說 在裁軍 在裁軍 因為他們預計要再裁4萬人 你們知道誰在抗議嗎 少將的一顆心 兩顆心的 大反彈 好像不秒這些三顆心的人 你們 針對我們這些少將中將 那個馬英九很清楚 這是美國人交代的 我不殺掉你 我就被殺了 對不對 我當然就想個法子 把你們解決掉 欸 那個 李倩榮事件 剛剛好 被拔掉的都是那些將軍 你們在鬧 你們在鬧 下一個就是你們了 這個就是用這種政治的手段來解決 讓大家知道就好 OK 我長到哪裡去了 OKOK 好 我要講這個日內瓦公約 目前已經有 194個國家認可了 其實全世界都已經接受這個日內瓦公約 日內瓦公約 是在講什麼 這是戰爭法 戰爭法 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這個日內瓦公約是針對什麼 被佔領的 就是外國的領土 被外國的軍隊有效的控制 然後呢 管理 到那個 這個領土裡面的人民 有效的管理 那有效的管理 所以為什麼這邊起來 必須 我們必須要被 被這些佔領者來 來善待 所以他抽了我們的 稅金 就不對了 強徵我們去反共 也是違反了日內瓦公約 這邊也寫得很清楚 如果 蔣介石還在的話 他應該會受到 國際法庭那邊受到公審 因為他會要接受刑法 嚴重的刑事罪行 誰下令誰要去接受這個刑法 好 日內瓦公約的 第四公約 第四十七條 這針對佔領地 讓大家知道 因為這個牽著到我們的關係 我們是被保護人 我們的利益不能被 不能被放棄掉 好 我們 對 沒錯 我們會要對中華 被佔領者有 暫時效忠的義務 是沒錯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搶我的財物 不代表你可以搶我的財物 甚至於你不代表說 我就應該要被你 升兵 好 好 再來這個 有沒有 我們也不能被你 強 集體強制移送 驅逐 到另外一個領土裡面 不屬於我們 也就是說你不能 大 大就是說 大規模的把我們的人 往別的地方去 其實 台灣有發生這個事情 在我們那邊很嚴重 我這個年紀的 我現在44歲 我在我的家鄉 現在是什麼情況 你們知道嗎 屬於保育類的人類 你們知道 你們懂意思嗎 平臨結腫了 你知道 因為我的同學 我這個年紀的 我們這個商訪年紀的 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大規模的 全部移到北部去 桃園去 基隆 大規模 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 政策上的 它雖然說 它不是用那種 軍事命令來 牽引你 它用政策的方式 讓強迫你 離開你的故鄉 離開你們自己的家鄉 我們的祖先 是從來不離開家鄉的 可是一到 到了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 我們這個年紀的 全部 在北部 所以我要找 我的 堂弟 堂兄弟 堂姊妹 表兄弟 堂姊妹 姑姑 叔叔 伯伯 阿姨 我要到北部去探親耶 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要去探親 我要去北部探親 這個非常奇怪 所以 他們 這個中華民國欠我們了 欠我們太多了 好 再來 這裡 喔 最要不得的是這個 所以 你們是 幸福的人 你們是 最幸運的人 那些三四年前 就來這邊 受苦受難的前輩們 口袋的 口袋本來很深 越來越淺了 花自己的時間 花自己的錢 我的車錢也是我自己付的 我們是辦 就是義工的性質 這麼久的時間 每次聽秘書長講說 秘書長什麼時候執政啊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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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完 我跟你講快了 我想今年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 整個跡象 太明顯 美國的動作 比我們 台灣人的動作 我們台灣民 政府的動作 還明顯 人家已經是 直接跟中國對幹 也要 也要做這個事情了 好 這裡提到 佔領國 應採取一切必要步驟 以便利兒童之辯認其父母之登記 OK 我再告訴你們一個 非常不合理的現象 我阿嬤的哥哥 我阿嬤的媽媽的哥哥跟他的姐姐 我的阿嬤啦 你們知道嗎 三個人姓不同 親兄弟姓不同 一個姓陳 一個姓張 一個姓沈 有沒有違反 違反的 你們也說 有啦齁 欸 你多誇張欸 那時候1946年 他強迫我們當中國人嘛 拿一個碗有沒有 十八頭 十八頭有沒有 百家姓他就手 自己跳 十八啦 你姓陳 趴啦 你姓張 不應該啦齁 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追 要不要追 一定要追 太過分了 我都 像我有沒有 我們家族 最 我們家族就很可憐 我們要追喔 我們要最開始追我們的祖先齁 追到我的阿公就結束了 因為 我阿公姓陳嘛 上來 沒有了 沒有姓了 你看我們 你看我們 我們是不是就是這個 政治戀儀的人啊 對不對 太可憐了 好再來 我們再看五十一條 戰靈國不得強迫保護人喔 再去武裝輔助 部隊服務 以獲得自願櫻木德的目的 壓迫宣傳 都不可以 有 就算只是去幫忙也不行 資源性的也不行 所以 還 強迫我們爭兵 我們不去可以嗎 我們會被關嘛 對不對 有沒有 又違反一條 有沒有 這個要數太多了 這個中華民國實在是 有沒有 被保護人不得強迫 擔任任何時 彼等 有參加軍事行動的義務工作喔 我們還是義務兵對不對 這個要不要追討 要齁 那個 不要的舉手 要啦齁 我們的人權喔 受到 受到了那個很大的危害 OK 好 接下來 主要佔領全國 依據條約 正確 行事 我每次在做這種法理論述 跟 鄉下的那些老人家講的時候 真的很難溝通啦 因為我們 因為我講的 他們相信 看到電視就變了 為什麼 電視上面 他又開始 那個腦袋又轉不過來了 我說 我們要不斷的講 不斷的講 你們相信 你們這樣在這邊上課齁 如果你們再不回去看那個 新台灣論齁 大概沒有多久 大概有效期限不到一個月 所以我跟你們打賭 真的沒騙你們 回去一定都閱讀 要不然就上我們的官網 否則的話 有效期限很短齁 現在這個是新鮮的 很快就沒有了 真的 我跟你講 好 好 USA就是美國 確認是 台灣群島的主要佔領全國 這個很重要 我們 可能大家對主要佔領全國的概念 因為我們沒有學過嘛 來了你才知道啊 要不然你們相不相信 你們 你們現在信心滿滿 一回氣 你們一定是被人家 走八連的 相不相信 對 對 對 如果你們對這個熟悉都不夠 很容易被人家 打臉 主要佔領全 為什麼主要佔領全國很重要 主要佔領全國 那個 第一天晚上不是 那個秘書長結束 那個溫長師有沒有 他講說 授權 關鍵在於授權 誰的授權 主要佔領全國的授權 美國人拿到這個佔領全國 他們死了多少美國軍人 花了多少錢 才跟日本那邊拿到手耶 對不對 對不對 每日戰爭 用多少的 那個 軍人的生命 取得了這個 主要佔領全國的權利耶 不是不是 美國 每日戰爭不是打贏了日本嗎 美國不是打贏日本嗎 有沒有 雖然 雖然是兩顆鹽子彈啦 但是喔 對 不管是另外喔 他們 那個 攤頭寶 他們要去搶攤那個 油球啊 一些島嶼的時候 哇 死了很多人了 才拿到這個 佔領全國的權利 所以美國要帶 要找一個代理人 美國 這個佔領全國的授權 是關鍵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可以 拿到這個管轄權 沒有美國的授權 它叫做違法 它叫做違法 所以我們台灣人 尤其是我們有沒有申請身份證 有的幾首 這麼少喔 沒有的幾首 沒有的沒有的 申請中喔 還有機會喔 還有機會喔 天上掉了兩百萬美金 你看你要不要 我說 我說 這是玩笑話啦 欸 這個怎麼賭都贏耶 一千塊賭兩百萬美金 怎麼賭都贏 對不對 雖然是玩笑話啦 但是 我們不是這樣想啦 當然我們大家都一樣 都沒有這樣想啦 事實上 後面是這樣想啦 哈哈哈哈 OK OK 在 在那個台灣關係法 寫得很清楚 待會我調出來 你們就知道了 好 我們先從主要佔領全國 確定一下 在舊金山合約的 第23條 有沒有 USA 美國 沒有 Transport Compine Power 有沒有 本條約 包括日本在內 英軍國會批准本條約 比如說 以及包含主要佔領全國的 美利監共和國 有沒有中國和民國 有沒有 蘇聯 有沒有英國 沒有齁 只有一個 就叫做 美利監共和國 美利監 美利監合眾國 而且這個翻譯上的問題 好 台灣 獨立引發戰爭 這個是美國的 官方的第一次的 可是在台灣的媒體 看不到 因為中華民國派 不願意看到這個人 討厭這個人 這個是 副國務卿 美國前任的副國務卿 佐利克 在國會的聽證會中說的 他說什麼 讓我把話講白了 獨立意味著戰爭 我們不鼓勵那些企圖獨立的人士 美國人已經講重話了 我們的主要佔領全國 我們的主要佔領全國 最高的官方代表 已經講 講話了 來 他說 美國 美國 反對台灣獨立 是因為台獨 會引發戰爭 美國將被捲入 讓我們非常清楚的說 獨立意味著戰爭 意味著美國士兵 隨手 空軍 海軍 官兵 被捲入 可是台灣人的那些嘴巴 就很賤 對 我們台灣 台灣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 你們美國人管那麼多幹嘛 因為他是因為 不知道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他們不知道這個 台灣的 台灣的地位 還有一個主要佔領全國的問題 所以他們大放劫持 所以你跟中華民國派的人談 他不承認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們只承認 開羅宣言跟波子黨公告 好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就是台灣人的講話 有沒有 美國吃飽吃飽撐了嗎 台灣假如真的像騙子金光黨 中統網特欺騙台灣人 並企圖鼓動反美 騙說台灣人是台灣的 台灣是台灣人的 台灣跟美國沒有關係 那台灣宣布獨立 雖然不可避免引起兩岸戰爭 那指示台灣人自己的事 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說 那個美國的副國務卿 憑什麼資格說 美國要出動陸軍 海軍 空軍 海軍陸戰隊 美國有跟台灣國 台灣國 台灣國 或ROC X style 簽有任何雙邊的國際條約 沒有 那台灣宣布獨立 跟美國有什麼關係 美國吃飽撐了嗎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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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為沒有關係的台灣人 的台灣 派出美國大軍 要出動陸軍 海軍 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這個叫大放厥詞 你們認為台灣有辦法去打中國嗎 如果 只有一個可能 台灣可以宣布獨立 只有一個可能 我建議那個 台獨分支 我說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你們獨立 就是 你們先打贏美國 再打贏日本 再打贏中國之後 你再宣布獨立 有沒有理 對吧 你打不過別人 你講這個話 那個叫做什麼 歐北共 荒唐 對荒唐 太離譜了 好 有人就說 台灣是台灣 台獨是台獨 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意思就是說 台灣是美國 暫時 暫時 佔領地 日本台灣 台灣也是日本領土的 日本台灣 台獨是台獨 美國不會因為 台灣獨立建國 所以 美國不會台灣 會為台灣獨立而戰 因為台灣獨立跟美國 有什麼關係 你要我死 我的軍人 跟你台灣給我什麼好處 沒有嘛 對不對 不能混為一談 更重要的是 美國不會同意 允許台灣獨立於 美國與日本 美國是指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是什麼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並沒有在舊金山和約 那邊把它刪除掉 沒有 並沒有 OK 好 接下來 為什麼一直把這個議題 拉到美國 美國 美國 其實實際上 條約寫得清清楚楚 就好像我們的土地一樣 跟你有買賣關係 買賣關係 談成了 然後呢 我就收到你的授錢 我們就到地政事務所 去做過戶的動作 對不對 就完成了整個過戶的動作之後 這個土地才可以 確確實實的是你的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 舊金山和約的第四條 財產 請問你一下 這個財 台灣 台灣 這邊有寫喔 日本承認前述二條 以三條中的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與日本 國民財產 處分的有效性 我們為什麼 要有這個USMG 是預計舊金山和約的第四條 因為台灣是它的財產 這邊寫得清楚 有沒有 台灣所有的一切 美國軍事政府 有絕對的權利 所以 USMG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一個戰爭法的一個 一個類似這種組織 我們是在這個USMG底下的一個內政當局 所謂就像中華民國一樣 它是美國 承認的一個台灣的治理當局 它不是台灣政府 台灣現在政府沒有被人家承認過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不是台灣政府 大家搞清楚了 不是台灣政府 它叫中華民國政府 它叫中華民國政府 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OK 好 我們再看重返亞太軍事在平衡 這就是美國 美國人 兩岸中國人聯手的模糊策略 我先看這個 來 我們先看這個英文字 中國字的混亂策略 Republic of China 對不對 這個也是Republic of China 請問一下哪一個是中國 哪一個是中國 哪一個是中國 兩個都是中國 如果你是外國人 你會認為哪一個是哪一個不是 沒有辦法判斷出來對不對 那你台灣人罵德國人幹嘛 你又申請那個護照儀式 護照儀式 你當然是去中國大使館申請 怎麼回事在那個對不對 因為你說你是中國 所以你看 中華人民共和他們說 我們多了一個people 就是我們多了一個人民 那中華民國也有人民 它的人民到哪裡了 有 其實在它把它蓋掉 事實上兩個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不要再被騙 你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在台灣 那就不是引中國來嗎 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所以 這是什麼 阿共的陰謀 OK 好 我們來再看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給予中國在台灣的法源依據 就是中國是指中華民國 一樣 都叫中國 政策判定的聲明 第二條 由於美國已經終止美國和 美國已經終止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 所以的治理當局 那在1979年1月以前 美國承認其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 美國國會認為有必要制定本法 好 我們來看這個 美國承認 剛剛不是講過主要占領全國嗎 美國 美國承認就是授權你 在我的 去 做什麼 治理的動作 這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唯一的法源依據 唯一的喔 唯一的喔 內政部 中華民國的內政部上次 就 嗆聲說 只要看到台灣民政府的車牌 就把它攔下來 從原處理 從原處理 後來台灣民政府 發言人就直接 回問說 因為他裡面有批評說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是 沒有法律效力的 然後我們的發言人很聰明 他就說 請問你們中華民國發行身份證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也是你們手上的國民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你翻篇了你的身份證你找不到法源依據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所發的身份證 你翻過來就找到法源依據了 對不對 有身份證的你會回去看 你們身份證翻過來我們有法源依據 對不對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沒有法源依據 所以 他們是虛的我們是實的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你就明白了 誰要滾蛋 對不對 對 趕快啦 過兩三個月就會有消息了 因為 為什麼 我這一段 來 放棄台灣關係法 其實這裡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現行的國內法 因為美國在1979年3月28號的時候 兩天之內把它通過的 參眾議院喔 把它通過的 然後追溯到1月1號 好 美國國內法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源依據 好 你知道3月28、29 表決通過喔 參眾議院兩月喔 不到兩天 你 這個是我看這個算是最快的 速度最快的那個 那個在國會 很少說有這麼快的餒 兩天之內參眾議院就把它通過了 像 日本不是前幾天才通過了那個 集體自衛權 就是新安保條約通過了嘛 他也是要等到 一個月後還是三個月後 送到參院去做最後的確認 他一兩天之內就把它搞定了 好 在這裡了 主要是 美國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 以台灣土地上所有人民間 the people on Taiwan 我們就再被這個台灣關係吧 給 比如說 我中華 台灣人喔 被我們中華民運國視為什麼 中國籍 所以我們 但是呢 我們在台灣 所以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 on Taiwan就把我們包含在他們裡面了 那台灣關係法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要取消 就是廢除啦 取代啦 取代廢除的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為什麼我會講到這個中美共同防疫條約你們知道嗎 如果按照一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最後一條規定 他說如果日本也好 美國也好 只要跟中華民國簽什麼防疫條約 中華民國的軍隊可以在台灣 坐留 如果沒有跟美國也好 日本簽條約 中華民國的軍隊要撤出台灣 來我們來看這個 來來來 這個 除美軍以外 應競速自日本領土撤出 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照理講 他必須在 在舊金山和約1952年4月28號生效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軍隊就應該要撤出台灣 結果沒有 在1952年4月28號的時候 日本人就派了一個大使 來台灣簽台北條約 讓什麼 中華民國的軍隊得以在台灣駐留 按照舊金山和約的第六條規定 自生效後 所有聯盟國占領軍 應競速自日本撤出 此項撤軍不得晚於本條約的90天 OK 所以中華民國的軍隊在台灣 有違法的 機會 那個喔 嫌疑喔 他是在台灣再繼續待下去 他是不是違法的喔 因為違法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喔 這邊提到 若日本與聯盟國 締結有關外國軍隊駐紮或 保有日本領土之雙邊或多邊協定者 不受本條規定所限 所以中華民國的軍隊又留在台灣了 來 我們來繼續看 我們先看跳到這個 我們來先看那個台灣那個 跑到哪裡去了 我們來看台北條約 我們來看台北條約 來 台北條約 在1952年4月28號在台北簽署 這樣就不會違反第六條規定 有沒有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群島南沙群島西沙群島 有沒有後來這個都是當時蔣介石管的 十二段線是這樣來的 OK 台北條約在1972年9月29日 台北條約失效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國家了 所以他就並沒 雖然中華民國不是國家但是呢 並沒有繼承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日本就直接宣布 台北條約失效 好 我們來看這個 1952年 時任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葉公超 向立法院解釋這條 這條款子的時候 並未規定把這些導引還給中國 沒有 葉公超說 舊金山合約 也沒有條文要決定台灣澎湖的前途 1952年5月13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 中日合約的報告 查舊金山合約 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 而未認定其誰屬 此典至中日合約 能補救 也就是說 如果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早在蔣介石的年代 就可以處理台灣的地位了 事實上 事實上 那個時候 就已經在日暑美戰了 只是我們把這個議論全部都淹沒掉了 有沒有 1952年5月27號 日本參議院 就在問那個外務省亞洲局的局長 第十條 因為第十條牽扯到這個台灣的問題 這主要為了台灣及澎湖島的住民城市那裡的住民 要來到日本前往其他國家方便而設的 所謂的方便譬如說在法律上 因為台灣澎湖最終的領土歸屬還不清楚 一旦舊金山合約生效 台灣及澎湖島就會脫離我國 我國就是指日本 一脫離我國 則向來被稱為台灣籍人民的人們 就會失去日本的國籍 然後處於國籍不明的狀態之下 是很不方便 因為牽扯到旅行的時候要用哪一種護照 所以台灣民政府一成立 第一個要求的就是旅行政見 要證明你的身份 你是不是還有日本的關係在 大日本帝國的關係在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了解這個部分 這個是整個我們整個運作的核心 身份證 你有了身份證 才可以申請旅行政見 那美國人 在去年 本來說要 就要跟他爭取說 我們的人已經訓練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執政了 美國說 我 是不是可以發行 那個旅行政見了 結果 美國說 如果我發行旅行政見給你 我就視同承認 台灣民政府執政了 OK 這是秘書長親口跟我們講的 只要旅行政見到手 的第一天 台灣民政府執政就 生效了 就開始了 有效了 也就是我們可以拿那個旅行政見 到處醜透透 到美國的半交國 194個免簽證的地方 人家都會承認你了 那全世界都承認你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中華民國還有存在台灣的必要嗎 沒了嘛 對不對 好 繼續 好 這裡提到 我們要講到的是我們的國籍的問題 因為這一次 2月28號 今年的2月28號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由自身秘書長 跟他的夫人 共同的來控告美國跟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沒有法源依據 他最 第10條 台北條約的第10條是說 市委具有中華民國國局 什麼叫市委 市委的規定 不是中國局 所以把你市委就市同 啊 一樣啦 我們都一樣啦 是被我們的 我們的國企是這樣被處理掉的 所以 告他們剛剛好而已啦 告他們是剛剛好 所以說中華民國的國籍遲早會被美國判什麼 判無效 沒有任何法源依據 因為告訴各位 這個第10條是什麼 台北條約 台北條約早就已經失效了 你說這個官司是不是百分之百贏 對不對 除非那個法官暫時眼睛痛 否則 應該機率不大啦 這個太 這種很嚴謹啦 這個 太大了這個問題 OK 有沒有 市委 有沒有 我們都是被市委的啦 我就想嘛 我們這個 這個原住民 這個高砂族 什麼時候跟中國有關係啊 對不對 我們這邊至少2000年了 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大清帝國也從來沒有打過我們那邊 對不對 畫外之地啊 我們畫外之地怎麼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好 有沒有 好 我們再看回去了 好 中國的軍事力量 先看這個好了 好 這個 回到舊金山合約 先上去 先從這裡 OK 台灣民政府以華府起訴 美國中華民國 來 我們來看這個 重點在這裡 對 該組織還要求美國放棄台灣關係法 因為剛剛講過 台灣關係法裡面把台 所 只要住在台灣人的都把它統稱為什麼 people on Taiwan 把people of Taiwan 把它 反奏會 把它弄在一起 好 要 要求美國放棄台灣關係法 恢復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 太經典了 這個官司打得太經典了 好 回到舊金山合約 這兩個人是誰 有沒有不認識的 比較高的是歐巴馬對不對 比較矮的是日本天皇對不對 這個人 這兩個人 走在一起在幹嘛 你們如果說給你們照片 你們看得懂他們在幹什麼嗎 看不見 好 來 這個兩個 唯有這兩個可以決定台灣主權的最終地位 沒有這兩個台灣沒有路 完全沒路 好 這是在任的美國總統首次明確表示 釣魚台的問題 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 現在日美安保條約又有新版本 去年的照片 我們就開始預告 但是人家就說 你們又在那邊黑白講了 我別說 沒有人相信 把我們當作笑 把我們當神經病 好 那就等著吧 事情就這樣演變了 今年的四月份 一樣的時間 新安保法又出來了 待會我們看得到 OK 那時候歐巴馬就講話了 歐巴馬說 有關第二題的問題 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五條 這是美國所有的在任的總統任內 在首次表明 支援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 你們知道什麼是集體自衛權嗎 因為日本是自衛隊 他的憲法修了 他不能有軍隊 有了軍隊 他就是一個危險 因為這是國家的利爪 攻擊性的 那 甚至於中國不是一天到晚 跑去日本挑釁有沒有 為了釣魚台的事情 中國說 釣魚台是我們的 釣魚台是中國的 日本只能在那邊看 你打我啊 你打我啊 所以日本自衛隊的性質的時候 只能被打的份 他不能主動挑起這個戰爭 就算人家已經欺負到你家了 但是美國說 這個中國人太過分了 美國人講話也不能用我 沒關係 用我的方法 他就支持了日本 我就支持你日本把日本的那個 那個 綁手綁腳把你拿掉 把你拿掉 然後歐巴馬又說 在我的指揮下 美國將在亞太地區 日本緊密合作 再次發揮主導作用 歐巴馬表示 親自主導亞太再平衡的戰略 這是美國的戰略 在台灣不會談這個啦 你看不到媒體有在談這個吧 有沒有 都是罵安倍的啦 罵歐巴馬的比較多啦 歐巴馬主政下經濟搞得不好 好像不太像不太是 那中國的 其實齁中國的那個 不是他是連續三個禮拜 就崩盤30%嗎 那個股票 其實早就有預警了 中國的一些財經專家 早就在警告說 中國的經濟會完蛋 沒有人敢相信 在台灣聽不到這種聲音 因為台灣90%以上的媒體 早就被怎麼樣 中資了 有一次在罵那個慈濟 不是罵什麼戀財啊什麼 後來有兩個主持人 被那個董事長罵說 不要來上班了 我們那個政經現實批的那個 他們一直批判那個慈濟嘛 然後就把它fired掉 那當然我們今天不是要談宗教 我要談的是說 台灣的媒體是受到 有權利的人的控制 這是我們發覺 因為我們 其實你看我們 我們現在看我們電視看新聞 就把它當作是消遣就好了 不要相信啦 你想到不好的你就講 你就頂倒翔 他在罵安倍不好的時候 安倍一定做得很好 安倍的經濟弄不好的時候 安倍的經濟一定很好 都頂倒看 如果說他說中國多強多強 那你要頂倒看 要頂倒看 好 再來 就有記者問歐巴馬 他說 中國肉魚武力 進犯釣魚台 就視同美國動武 好 又有一個問 如果是中華民國的武力呢 進入到釣魚台 主權領海 入侵美金的防守 視同什麼 外國武力啦 中華民國叫做外國 這美國人講的啦 不是我講的 OK 再來 好 這是中國的流亡教授 袁鴻斌在台灣的主張 結果 現在搞獨立的是中國人啊 你看 創建台灣共和國啊 這個跟我們完全沒關係喔 我先聲明一下 我們是 台灣政府政府政府 是戰爭法的那個喔 依據戰爭法的那個規定 成立的一個 那個 民政組織喔 你看 有沒有 決戰2016 創建台灣共和國 怎麼會是中國人在台灣床這樣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很矛盾喔 有沒有 原紅瓶指出 創建台灣共和國一書 想表達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正當性 因為 已經 那個 國民黨的權貴已經 判賣了 而消失了 這中華民國已經不見了啦 現在可以是時機了 如果你時機過了 就沒機會了啦 所以 他建議 組建 創建 台灣共和國 那不過他講那個 在中國的內部 我是很欣賞 因為他講的太 太經典了 因為他說 那個 習近平不是在打貪嗎 有沒有 打貪打到最後 他自己也打到骨折了 你知道 自己 你看 打人 打人什麼 打人三分喔 什麼 七傷拳喔 是不是 打人家 自己傷 自己傷三分 是不是 打人七分 自己傷三分 他自己也傷了 為什麼 因為 中國打貪一定打到最上層 所以打到江澤民的系統 江澤民的系統就是 軍方 軍方的最 那個 習近平打到最高的是誰 徐才厚 徐才厚 徐才厚是中央軍委會的副主委 副主任委員 打得這麼高 後來他們發現 徐才厚的錢 徐可敵國 兩千多億美金 相當於中國一年的國防預算 兩千多億美金 所以他可以徐可敵國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 經濟的崩盤是 江澤民系統的一個反撲 這只是第一波 陸陸陸續續 從經濟 從軍事 從各角度 從民族的角度 慢慢慢慢 要進入到 習近平的 那個問題核心裡面 好 我們這個看過去就好了 OK 這個是也是中國的那個 他就在議員 他說 2017年到2021年 美日安保條約 2017年 日美把台灣納入 美日安保條約 2017年 美宙斯頓驅逐艦部署日本 其實他 頑固了 今年就來了 今天是2015年 宙斯頓長就來日本了 那個 那個 日美安保條約 早就把台灣納入了 今年就納入 新安保裡面就把 台灣海峽畫一條線 一直到菲律賓 有沒有 2017年 中國逼迫台灣簽訂兩岸 和平協定 這是政治統一 CIA 中國入侵台灣之間的衝突 慢慢就會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 2030年 代序講的 美國全球戰略 肢解中國 這是最新的 中國免簽 台灣天真 真的 道 真的 道 唇 他說 台胞證免簽不是優惠 不是放鬆 是收緊 隨即推出的卡式 台胞證 本質上是 晶片版的 中國台灣身份證 免簽只是弱化 內政化的 一個跨步 花招還在後面 台胞免政 這件事 國民黨當作 對岸的善意 方便兩岸交流的好事 民進黨則批評 這三種反應 都是天真的反應 恕我直言 台灣對中國的政治的無知 已經天真到愚蠢的地步 這個是一個 這個人 這個人講的 這一句話是這個人講的 有沒有 《金週刊》 966起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在申請身份證 中國也在動作 因為台灣的中國人 不見得要當台灣人 所以他便以便民的方式就是說 讓在地的中國人 在地的中國人 要拿得到中國籍的 那個的時候 他就可以直接 要利用台胞證 取得他的卡式身份證 因為 為什麼整個事情都往前提 人家專家異顧是2017 可是我提早了兩年 今年可能就會發生的這些事情 都會發生 因為如果中華民國的 國籍 無效判決的時候 你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秘書長有沒有跟你們宣布 沒有嘛 明天讓他宣布好了 太早宣布等一下 有同性就會罵我 你不要早在秘書長前面講 沒關係 開玩笑 OK 好 天大的消息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幾天的消息 民進黨正在於老 老共秘密談判 這是美國的 那個 有兩任 柏瑞光 AIT的處長講的 柏瑞光的意思是說 你們台灣人為什麼不問蔡英文 要請中國幹什麼 也就是說 蔡英文想要取代國民黨 變成中華民國的正統 中華民國的正統 有沒有 這是好幾 兩家媒體喔 不同的媒體報導了 柏瑞光 透露的 老共正 以民進黨正在 秘密談判 欸 這邊有沒有民進黨的 我沒有 我沒有要那個 詆毀民進黨 只是我不太認同他這個做法而已 好 再看 這柏瑞光 好 剛剛不是講說 中華民國的國籍 被判無效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民主長 講好 先講好了啦 選舉 停止 選舉 因為講了好幾次 我可以講了 選舉 停止 那是 我們內部講 也是公開講 因為我們 網路 YouTube那邊都看得到 這是 馬英九 再次去美國 親自講的喔 馬英九 對美國 對美國 溝通 為什麼 大選 會有變局 台灣人 聽不懂 這個事情 所以台灣的學者 就在講說 到底馬英九講什麼 他們就在講說 啊 是不是要把 紅袖柱換掉 有沒有 啊 外界什麼 提到大選 恐有變局 讓外界聯想是否 馬英九 也不看好立法院副院長 紅袖柱的選舉 大概我們一般搞選舉的人 就喜歡把他引導到這個地方 有來這邊上課的人 就會看得懂 馬英九在講什麼 對不對 對嗎 對 OK 只有台灣民政府 上過課的人 就會看得懂 這個在幹什麼 所以 不是只有秘書長講 停止選舉 是 馬英九已經在預告 嘿嘿嘿 恐有 變局 在做鋪路的動作了 好 OK 這個還不夠明確嗎 你們 還想選嗎 我講到這個選舉 我就氣死了 我又要生氣了 因為我有享受過那個30塊 因為我選過局 我知道啊 你偷了一票 我就拿你30塊 對啊 這個 這個故事應該有聽過 不是故事 是真實的 你知道我們判一場選舉 我們要花好幾百億 從我們納稅人的口袋 拿出來的錢 去給這些候選人 你們知道嗎 候選人一個30塊 不管你當選漏選 在 沒有你只要扶 超過門檻 你就可以去領這個 一票30塊 好我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蔡英文上一屆 600多萬票對不對 6 多少 1億8千萬 入到 蔡英文的口袋 然後 他們的政黨票 以600萬來講的話 民進黨拿多少 6 5 30 拿了3億 聯姓拿了4年 等多少 12億 你說民進黨沒錢嗎 有錢的要命喔 對不對 他們的主委一個月薪水 比部長還高 很誇張喔 國民黨 好了 國民黨 700萬票來講的話 五七 五七三十 五十塊嘛 五七三十三億五千萬 多少錢 五七三十五 三億五 成立四年多少 五四二十 就大概在十五億嘛 二十對 怎麼會 政黨怎麼會沒錢 好 還有過門檻的台聯 清明黨 都過了門檻 那你 當然他們繼續 那個錢他們也要收啊 所以這些人喔 有沒有像姚立民這些民嘴喔 就開始講說 來來來我們來跨 跨黨派 來來我們學科B模式 這些人在幹嘛 在跟我們 要老我們的納稅錢耶 不過分嗎 你們還要投喔 投得下去喔 你們 我算過喔 我在那次總統選舉 我這樣我投給馬 我投一票 假設我投給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馬英九也好 我投一票給他 我就損失一千塊 我一票投下去喔 一千塊 來我算給你們聽 政黨嘛對不對 政黨 五十塊嘛 如果四個政黨都領了 變成是多少 兩百乘以四 四年嘛 聯繫四年領嘛 就四二八嘛 就八百嘛 再加上候選人 當選沒有當選都給嘛 三十塊 三十塊哪給 都多少八百 三十塊 那 如果宋楚瑜有通過門盤 是不是他的三十塊 也要再加上去 有沒有 加起來快 九百一十塊 每個人 投票的人 都要 給他們九百一十塊 誰享受了這些錢 全世界就台灣有這種事情 對啊 太過分了 欸 講到哪裡去了 欸 我上到幾點了 三點半 還有半個小時 還很多 好 這是馬英九講的啦 這個我們就 好 我做一個 做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 台灣被中國吃掉了 會有什麼結果 你們知道嗎 我跟你們 台灣被中國併吞 第一個跳腳的是誰 日本 你們看看那個地 地方 跳腳的有兩個 韓國跟日本一定是跳到不行 為什麼 因為 我們的 那個圖沒有 因為 自由航行是從這邊 從媽媽六甲海峽上來 經過南海 經過台灣海峽到日本 郵輪 如果中國說台灣是他的 真的被他併吞了 完蛋了 這兩個國家 經濟一定大崩盤 為什麼 他要從這邊經過 每 中國人就說 這是我的內海 林海 這是屬於我的內海 你要命的話 就放下買入錢 我要給你收什麼 過路的費用 你想這兩個國家受得了嗎 所以韓國 你不要在那邊 看不起我們台灣人 我告訴你 台灣我守不住 你也倒楣 對不對 所以看台灣一定要怎麼看 要看 要看美 日 台 韓 這個國家來看 如果以中華民國的武力 當然肯定打不過這個中國 但是台灣 日本 美國結合的時候 中國 你就不是他們的對手 所以這個台灣的地位 是因為這個嚴肅 台灣是不可能 也不會啦 成為中國的領土 為什麼 會引發世界的戰爭 所以中國 他要很小心的來那個 處理這個事情 好 再來就是 新安保條約 就是今年 準備 這幾天剛通過的 眾議院 我去年 年初我就開始講 日本的眾議院有480席 安倍的政黨拿到294席 再加上他的有黨公民黨 31席 剛剛好325席 480席的三分之二 是320席 所以這兩個 兩個黨只要合作 集體自衛權 就會通過 我們年初就開始講 人家講說真的假的 發生了 這個事情就發生 所以預計在一個月後 會追認給日本的參議院 通過 就可以撥款 就可以進行這個 這個策略了 戰政策了 所以台灣人 不要再用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全世界 雖然媒體封鎖了我們的視野 我們就瞎了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還有民政府在 台灣民政府在 把這個信息告訴你們 我們很努力 他們一再封鎖 我們就一直很努力的來 你打擊我們 我們就得到了什麼 免費的廣告 好 這是美國 那個 國防部長 卡特 跟防衛大臣 中古元 美日聯盟強大的軍事實力 有沒有 美日安保同盟範圍 擴置全球 也就是說 日本以前 他的那個 周邊事態法 是針對韓國 朝鮮半島 這樣而已 現在 這個 現在的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已經 從這邊 從這裡畫一條線 海峽中線 畫畫畫畫 然後南海這樣畫 全部都是日本 的 整個武力的範圍 只要美國的軍艦 從這邊經過 只要中國發射飛彈 從台灣也好 從日本也好 都可以 怎麼樣 攔截 只要中國真的是 想要打台灣 或是打日本的話 美國就會 做出 第二波的報復行動 那時候 中國就有被肢解的可能性 整個就會 被瓦解掉 好 再來 這個就是周邊有事法了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 這是歐巴馬 這個一定要講 歐巴馬說 中國南海的作為是侵略 侵略 侵略是什麼意思 侵犯到人家的領土 就叫侵略了 所以 中國在南海造島 要做什麼 歐巴馬已經嗆聲了 只要已經到了 元首的層級 大概這個事情 就沒有辦法散了 很有可能 如果中國還是在那邊 強硬的話 美國會直接去南海 把他的島整個炸掉 是很有可能 我們網路那邊的消息 是說 可能是那個B1 轟炸機 待會兒有畫面 讓你們知道 已經到了總統層級了 這個就不是 不是開玩笑的 有沒有 歐巴馬說 不論中國在南海的作為 或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 均屬於侵略 美國最終 可能不得不以軍事回應 所以美國一定會派兵 他已經講得很確定了 好 這裡說 他說 21世紀 孤立主義 絕非是美國的選項 我們不能對國界以外的視 視而不見 所謂的國界 他包括 核子安全 恐怖主義 不受惡指的區域侵略行為 就像中國 不論是在南海 南烏克蘭或南中國海 或是世界其他地區 這件事情 都會把美金捲入 所以歐巴馬說 美國已經準備好 對應中國的侵略 這個華爾街日報說的 歐巴馬在美國西點金校畢業典禮上 對畢業生闡述美國的外交政策 他指出 美國是個不可或缺的國家 過去是如此 未來也不會改變 他也強調 美國的軍隊 永遠是領導世界的重要力量 但軍事行動不能是 美國領導世界的唯一元素 所以美國 直接講白的 我們美國繼續再強生100年 所以在台灣有兩個 那個諸約有沒有 就是他們講的AIT 那個不叫AIT 未來那個會改名稱 國家安全部 什麼之類的 兩個99年 所以美國在台灣 至少還有200年 跟那個琉球沖繩基地是一樣的 讓你們知道 這個就是第1號命令 這個是 其實不是只有 蔣介石接受這個命令 其實遠東蘇軍就是俄羅斯也接受 他們是嘉義秉丁有沒有 是由澳大利亞的軍隊司令 丁是由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 丁是由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 然後霧是美國太平洋的陸軍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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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這個 我說美國的動作 比台灣人的動作還大 只是我們在媒體上看不到 這是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講的 亞太已部署2000架美機 2000架飛機 重申 又為了落實歐巴馬提出的亞太在平衡 美軍目前 目前 在亞太地區已部署超過 35萬名軍事人員 近2000架的飛機 180艘的船艦 未來10年 美國依然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力量 所以哈里斯是太平洋 太平洋司令部的所謂亞裔司令 也是美國海軍唯一的亞裔 四星上將 出生以日本橫西賀母親是日本人 我在兩年前跟我們鄉下的 像我這個年紀的人 年紀比我大兩歲 我就跟他說 美軍準備要來接管台灣了 他說 你不要相信美國人 美國人只有利益 而且那麼圓 鹽水不能就近火 嘛 事實上 這邊寫得很清楚 35萬名 在亞太地區 日本 35000名 海韓25000名 也慢慢慢慢開始有進出 因為他們簽了十年的那種條約 台灣有沒有 早就有了 只是說現在沒有公開駐台的美軍的人數 因為你把它公佈 島內又會藉機產生動亂 我想我們就 我們是授權 我們遵照授權機構的指示辦理 因為佔領區就是 佔領者的意志就是意志 佔領者的意志就是法律 但是佔領者有他自己要遵守的法規 就是戰爭法裡面 像日內瓦公約 海牙公約 美國陸軍的FM27那些 都是他們佔領者要遵守的 他們不能違反這個 但是呢 這個權限是由美國軍事政府授權 給台灣民政府的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只能聽美國 軍政府說可以講就講 不行就不行 這邊說美國要百分之六十的空軍精力 這個也就是我們一般過去的迷思 我們一直認為說 台灣要單單單獨要去打中國 有困難 不用討論 是絕對有困難 你目前台灣那個中華民國的軍隊 的整個軍備的對比齁 差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了 而且那個中華民國買的飛機 都是那種二手的嘛 對不對 人家不要的 墳場拿的 對不對 人家丟在那邊 你好是不是 去那邊自己找 挑好的 挑好一點的 台灣是 那個台灣人的錢是這樣花掉的啦 根本不用花這個錢 就美國人直接來 欸美國人真的來了 美國動作很大 來來 欸奇怪我那個 我沒有弄出來嗎 我們先看這個齁來 美金有沒有 日本駐守美金商五千人 韓國 台灣的有 不包含航艦打擊群 我幫你打擊群 我再看回去好了 找不到那個 來 美國第七艦隊23年來 首次增艦駐日 這是兩天前的事 欸昨天啊 昨天的事情 這個叫做神盾級的 這個神盾級就是 它是數位化的飛機啦 也就是說 它透過Link式系統 來控制 戰區的這個所有的資訊 它配合衛星 它的E2T 它的那個 全球鷹 X47B 的這一些 空中 各種的角度 然後呢 看飛機 或者是敵機 是從哪個地方 或是導彈從哪個地方 它 非常的清楚 這個變成是一個 指揮器 指揮船 所謂的指揮船 他們已經來了 不是 不是什麼兩年後 一年後的事情 現在已經在進行中 動作都很大了 動作很大了 好 先給他們看一下F-22好了 F-22 在台灣 來了好幾次 只是 我上次有聽到 它的 在動海岸線 因為 這是全世界最強的飛機 地表最強的飛機 短跑起降 那短 短跑大大就可以飛了 你看 90度 爬升 為什麼它90度爬升 它是要 因為第五代戰機要4S 第一個就是說 你能夠超音速巡航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有超機動性 就像這樣有沒有 它可以 這氣動力學 它已經達到極致了 有沒有 它直接垂直 就上去了 有沒有 直接垂直上去了 F-16做不到啦 目前 能夠做到這個動作的 只有蘇凱系列的飛機 蘇凱35做得到 好 好 OK 好 先停一下 OK 好 待會還有畫面 所以 美國出面了 我們台灣就不用煩惱了 因為在台灣有沒有 在台灣 美國已經在上次 上個月已經 跌了350億美金 你知道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一年的 國防預算是幾億 不到85億 美國已經鞭了350億美金 已經在美國的國會通過了 也就是說 美國 美金要來台灣 已經有錢了啦 Money啦 你要派美金來 要有錢啦 沒有錢你進不來啊 對不對 這個 那個大金為 為行 那個糧草先行嘛 對不對 沒有錢 沒有錢 不要講 這個是目前第五代戰監 現在 唯一還在 已經成功的是 只有這個F22 這個是俄羅斯的T50 這世界是目前全世界啦 全球 最頂尖的啦 但是跟你們講 F22是目前已經 它已經有實戰經驗了 它的整個測試都已經很純熟了 那T50是俄羅斯發明那個 那個製造的 但是俄羅斯現在沒有把它停掉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沒有錢 因為美國用頁岩油把俄羅斯 有沒有 他們沒錢 就沒 沒能力坐飛機啦 好再來 F35現在還在試驗中 因為F35 F35會分成ABC 日本的那個初銀號 就會搭載這個F35 因為它可以這樣子垂直起降 然後 這個T2 那個 千二十 中國的千二十 他說我們也有隱形 我們也有第五代戰機 到現在 還是試驗當中 因為什麼 飛是沒問題啦 但是能不能 能不能像F22那樣有那種超 就是 它的那種超 機動性那麼強的話 像它這樣子可以這樣垂直起飛 還是怎麼樣 怎麼飛 還是空中煞車的那個能力 可能還要再看看 所以可能再等個五年十年吧 那 中國要繼續研發這個飛機 有一個關鍵 如果它的經濟崩盤 它的結局會跟這個一樣 胎死腹中 所以 都要用錢砸 都要用錢砸 好 再來 我們先看那個F35 F35 F35 原本是一億兩千萬美金 現在已經跳到兩億八千萬美金了 太貴了 好 這個是美國的 那個突擊艦 這還不是航空母艦 是美國陸戰隊用的突擊艦喔 對 出雲號也會 配置這個F35 所以每日 中國齁 中國齁 看到日本 有出雲號已經下水了齁 已經服役了 中國就在那邊摔那個日本 他說 啊你們想幹什麼 喔 未來遲早要裝這個F35 為什麼他們很在乎這個F35 因為這個F35 可以掛載核彈 核彈齁 核彈齁 它可以掛載核彈 所以它是一個可怕的武器 它是逆中 所以 逆中那個第五代戰機有 有4S就是 超音速 超 那個超 超空性 跟那個 逆中 逆中的那種 功能 也就是我到了 像F22有沒有 除非到了30公里 你才看得到它的中影 否則的話 你都看不到它 你看 這個是叫做F35B A是空軍用的 C是航空母艦用的 空中煞車 空中盤旋 跟直升機很像 而且它厲害就是 怎麼樣 它是超音速巡航 所謂超音速巡航就是 它不像我們F16 要 推AB 可是推AB 最久不能超過10分鐘 要不然那個引擎會燒掉 可是它可以 這種飛機可以 超音速巡航 他們可以兩馬赫 聯繫兩馬赫這樣飛 好 OK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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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就是B1轟炸機 B1轟炸機它的 它的那個什麼 這個 四十幾公尺 一個跑到那麼大 很大一隻 然後 那個B2轟炸機 給它弄一下 我們看一下B2 那個動畫的B2 動畫 好 來來來來 剛剛那個是B1 這個叫B2 拍攝的人都震動了 OK OK 這就是B1 這是B2的前身 這個也是逆中的那個轟炸機 要去炸南海的應該是這一架 應該 猜的沒錯 應該是這一架 它最符合 它有逆中的功能 大型的 好 再來 初音號 一隻某 一隻某 初音號就是準備要在剛剛那個 垂直起降的那個 那個 那個F35 這是它的內裝 它F30就躲在這個裡面 它有那個升降梯 表面 平常它不會在那個 這個就是公山羊跟那個 那個進破防疫系統 有沒有 海拉姆 這是世界最精準的進破防疫 就是說 導彈來的時候 這個會先 先掃描到就開始發射 連續發射 就要把那個 導彈先把它打下來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從網路那邊拿到的喔 這是F35喔 E83 E83是初音號的那個編號 E83 有沒有 F35有沒有 Apache 它這個沒有長攻Apache 這邊有一個長攻雷達 那我們台灣的那個 有長攻雷達 有沒有 這個跟 這個遼寧號根本不是對手啦 這個 這個打船 因為遼寧號沒有武裝 所以很危險 它連那個公山羊都沒有 它那個防疫系統都沒有 所以它這個 這個是做秀用的就是 政治性的那種宣傳用的 好 尼米之吉的航空 美國光是尼米之吉 光是尼米之吉就10艘了 有沒有 從 CVN686977 在日本 喬治華盛頓號是CVN73 所以 如果我們去東海岸 有看到這艘的時候 基本上應該是CVN73 這個你看它就起來 73就是華盛頓號 這個就是喬治華盛頓 有沒有 上面都是F18啦 這些 還有那個 V1 好 有沒有 來我們看那個F18 起飛的 起飛的那個 鷹隻 喔那個 有鷹爆嗎 那個有鷹爆嗎 鷹爆雲 有齁 第七艦隊齁 其實還有一艘秘密武器的就是那個 福特號 福特號 那個才可怕 福特號有搭載那個 電池軌道炮 那美國已經 美國的智庫 已經跟美國的那個 國會講說 台灣要 這七海岸要 部署20門的那個 電子軌道炮 因為電子軌道炮的速度 比導彈還快 它的速度相當於 呃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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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赫 那一般的飛彈了不起 四馬赫 三馬赫 很容易被打下來 所以有了這些 七海岸的那個 電子軌道炮 而且電子軌道炮又便宜 找到了嗎 鷹爆雲 F18的鷹爆雲 絕不能錯過超美鷹爆雲 底加啦 像是一把雲座的傘 懸掛在飛機尾翼 這個就是鷹爆雲 這是在美國佛吉尼亞州所進行的航空展表演 影片中這架戰機就是時速高達每小時 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公里的超級大鴻鴻 而一爆雲的產生 其實就是當飛機速度超過音速時 聲波朝四周傳播 就像是圓錐體 當飛機飛過後 劇烈聲響才會傳到耳邊 這種絕美畫面 不只得靠機師精湛的演出 還得靠攝影師調整光圈和感光 才能拍下因暴雲產生的瞬間 動新聞綜合報導 好 再來 最後齁 這就是那個神盾級的 這就是Link 16 有沒有 就好像我們的 如果說F16 搭配他們的那個頭盔齁 這個頭盔兩百萬不是開玩笑的齁 頭盔搭配 你的畫面裡面就看得到這些從 從各式各樣的那個飛機上面 所給傳輸給你的那個 資訊 連那個APACHE也是有那種功能 APACHE它不可能獨立作戰 我一架那個APACHE上去 因為它可以躲起來 躲在樹叢後面 它開始去搜查前面的狀況 然後它就慢慢慢慢 發生的時候 它已經鎖定目標了 它就稍微上來 第一火飛彈 丟過去就把它炸掉了齁 那如果說 因為你看不到你的背後 它會告訴你說 欸 那個飛行員 你45度角齁 有一個不明飛行物 你轉個身把它射一下 它有辦法 就有一點像那種 完全的資訊齁 這個很重要 這就是美國的那個 戰法齁 所以這個中國要打 實在是有困難 有沒有 APACHE的那個 有沒有這個這個 六當腰裡 有沒有 美方主動 我右動腰裡 美二十五戰鬥 聯結盟 這個叫做什麼 之前都叫喊喊 我們講講齁 可能大家就不信啦 美國直接動作了 接管的動作 這個叫接管的動作 也就是說六東腰裡不是 黃皮膚的人當來指揮了 是由美國人來指揮的 例如在美國 第七艦隊 太平洋司令部來去控那個 有沒有 美國參院 美國參院通過 2016國防預算 授權法 邀請台灣參與軍演 這個所謂的紅旗經演 紅旗經演 就是我們講的 TOPGUN 就是加想集中隊 當中有沒有 歐巴馬總統 對參院編列 六千一百三十億美金 十八兆台幣 國防預算 當中包括 三百五十億美金喔 海外戰爭支出 特別是 今年在美國國防預算中 提出出現到 台灣 日本 東南亞國家協會的 相關條文 有錢 有錢 美金要來了 有錢就可以來了 以前是沒錢 你比如說美金要來 沒錢你怎麼來 對不對 有錢 通過囉 這已經通過囉 所以今年執政 你們還懷疑什麼 對 停止選舉 這個一定是這樣 要不然他們變這個 以前 以前是從台灣拿錢 不是嗎 吉來喲 有沒有 因為美國很多參院 很多眾院 很多 中華民國 政治先進的 這一次 你看美國 給他通過了 可見這是美國的政策 美國的政策 這個洪璇 這個就是Top Gun 我以前就在這邊待過 我管 全 20架飛機 那時候 戰術中心 就是我們賈賈頂中隊 我在這個地方 單兵 那時候 全台灣 最強的飛行員 就是我們 我們對上的那個飛行員 那每天 我就要跟我的那個 長官報告 到隊長室 立正長 報告 20架飛機的狀況 報告完之後 所以說他很依賴我啦 我對那個飛機的狀況 他說 那架飛機的起落架怎麼樣啊 到處問的發動機怎麼樣啊 有沒有辦法換啊 都要問我 上面料的資訊全部問我 然後我再跟他們報告這樣 好 這裡有航道 OK 報告完畢 謝謝